美姐 她是美姐 大約30年前 她和丈夫開始在基隆街賣豬仔 美姐無私自通 自學穿豬 出名到連國際時裝品牌 都會找她學習穿豬的技巧 我想這是個天給我的 我丈夫很自豪 他刮掘了我的天分 我沒有學過 當時是自己慢慢摸索 但很難我又摸得到成功了 無論手掌大小的動物 卡通人物 手袋仔 蛋糕裝飾 或是大型裝飾品 都難不到美姐 她更加幫過本地時裝設計師 穿豬仔胸圍 不過美姐很低調 就算有很多有錢人 找過去穿不同的豬仔作品 她都沒有拍照留底 就賣了出去 以為穿豬很容易 其實要穿出立體象徵的作品 正是靠魚絲和豬仔兩種材料 手掌大的作品 就用100-300粒豬 平面的一定要畫圖 立體的你畫不到圖 那我就只能靠對手 有時前後要做十幾個板 反覆試驗才可以完成 即是做一個板 放低這裡改 然後再做第二個 第二個再放低 然後再做第三個 第三個再穿 以哪裏要改 才可以剪到第一個 好像這個 這裡錯了 你由這個位置拆上去 你不可以剪掉 你剪掉那個魚絲 不到頭到尾 整個都散了 你只能由這裡 一顆豬一顆豬 拔出來改 這個旋轉木馬 只是十幾個縮小樣板的其中一隻 原生的作品 有一個湯煲這麼大 用了幾千粒水晶 單靠豬仔支撐巨型的旋轉木馬 好花功夫 最困難就是 每一隻的馬腳 都有不同的形態 美姐就用了Surasky的水晶做 單是豬仔的成本 就萬多元 整個製成品就賣了四萬多元 我每隻都歡喜 每隻都滿意 你不滿意 你沒有心機去做那件事 你做不出來 每晚收完檔就會回倉 做豬仔的訂單 經常做到凌晨三點 連兒子都會穿豬 更加去了台灣 考上一個穿豬的教授級證書 除了穿豬之外 美姐都會做絲襪化 不織布化 也會不定期在檔口開穿豬辦 岳生由三到八十歲都有 他有多少人 我就擔心讓他坐 最高峰時有十多人 幫忙了幾十年 有些看著我小孩出生 捨得一班老人家 拉魚絲拉到手指流血又起茧 腰手酸痛 將興趣當飯吃 值得嗎 你要喜歡你才起身上班 你不喜歡很難起身上班 你興趣得來 當副業又有少少人工 幾好 滿足了 想看最新iPhone消息 即上Gadget Guy Facebook Page